嘉宜一名洗车厂的老板在网路上发文 指控一名女骑士 总是在店还没有开的时候 跑来偷水洗车 甚至连水龙头也不关紧 发文强调说人在座天在看 你在座我在看 希望这个女子好自为之 因为我没有到公司来的时候 就是发现说 我的地板怎么会撕掉 机车骑到了骑楼 女子开始东张西望 确认四下无人之后 先拿起了泡泡搓洗轮胎 前轮洗完 接着洗后轮 又顺手拿起水管 把车子洗香香 但这一幕看在洗车厂老板眼里 满是怒火 老板说这名女子偷偷洗车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而且重点是水龙头还没关紧 浪费水也浪费钱 才决定发文提醒女子 人在座天在看 您在座我在看 偷偷给您方便好几次 水龙头也不关紧 最后还直接标记要报警处理 底下网友纷纷留言 有人说脸皮真的很厚 也有人笑说 下次就会直接来洗澡了吧 然后她假如说要用水 直接跟我们店家 直接询问就可以了 或者脸书发文 老板还写了告示 强调装了监视器 就是为了她 希望女子好自为之 否则将报警秉公处理 记者蔡重吴嘉宜报导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文